接下来我们继续让耳朵的呼气不要停 下面又要介绍一位 我心中他很可爱 刚才王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他在台下好认真 从头跟到尾 而且也是那种 我们就像表演的状态一样 可见他的每一个时刻当中 对邓礼君的那份爱 所以他从七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表演的这样的经验了 13岁呢听说就在泰国电视台有演出 15岁到了我们中国 在中国音乐学院中来学习 那在去年呢 大家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 这么厉害人小力量大的 朗格拉姆 让我们有请 也是我们的表演嘉宾 今天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的 来这边 来 现在那大家会就好吧 大家好 稍等稍等 好 OK 要来 大家好 我是拿盖阿姆 我发现我拿盖阿姆 在台下一直笑嘻嘻的 心情很不错是不是 挺紧张的 真的啊 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在心里紧张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像 很像当年的邓一军小姐 其实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观察过 邓一军小姐 她为什么台风 那么受到大家的喜欢 就是她永远都是很稳 很淡定 对不对 就不管遇到什么样子 人反应很快 人又很幽默 讲话也很好玩 而且呢 其实我不知道 就是杭格拉姆在从小 在学习邓一军小姐的歌的时候 其实除了养字 除了中文之外 你觉得 我好看哪个部分是最难的 用琴去唱 用琴 对 就是她在不同的作品当中 感情的那种书 对对 那是最难的 你知道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吗 是 当然因为我跟邓一军小姐 身份实在差得有点远 但是我也曾经就是在唱K的时候 也想要去挑战一下 我发现最难的事 就你看啊 邓一军在唱歌的时候 你如果不去看画面 光我耳朵听 你会发现 她几乎一直是在笑的唱歌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个有嘴角的弧度 嗯 就是你是怎么来完成这个 也是平时很开心 这样子吗 这个也很难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其实我很喜欢她 非常喜欢她从小 嗯 然后就是她的歌就是 虽然是很悲伤的 但是还是甜着唱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难点 是 所以这个真的 能够突破这个难点 我觉得可能 哇上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而且邓一军小姐 真的是对我们的花语 太有点影响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王菲 她的音乐起伏就是邓一军吗 对 对 十几岁的时候就有翻唱过邓一军小姐的歌 那 不知道这一次 怎么样 老婆娜 你在我们这个演唱会上 会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 小惊喜呢 嗯 我想让 更多的年轻人 更知道邓一军 因为我的同学 也是学音乐的 但是 知道邓一军的歌 特别少 自然她是学美声 学民族 嗯 对 然后认识我 认识我以后就知道更多的 这个歌 就想让年轻人 不要忘记的 这个任重而告远 特别的棒 那这样 接下来的舞台 我想交给朗拉姆了 好 今天要带这首歌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 就像刚才你讲的那样 有些歌很伤感 但是甜的差 对不对 对 来听的这首歌是 再见 我的爱人 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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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才是你 希望的也不安静 我永远怀念你 温柔的情 怀念你 热火的心 怀念你 甜蜜的温柔 怀念你 温柔的歌声 怎能忘记这段情 我永远在前 不止你永远在心情 再见 拜拜 不止你永远不会忘记 也希望你会忘记 也许你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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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人 再见 拜拜 从此和你 反而万里 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能永远 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 温柔的心 怀念你甜蜜的怀念你 温柔的心 怎样忘记这故事 我的爱在前 不知能力在心里 我的爱我相信 总有一天你再见 你的爱 quizung Caesar 材 Code 你不 feedback 真是 好棒 不愿意 现在还紧张吗 不会了 能有松弛的感觉 哇 谢谢 好漂亮的花 谢谢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这首演唱会的朗大拉美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表现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是牛耳骨 有一种视听盛宴的感觉 说到视听盛宴呢 接下来我要讲一点点 刚才我在跟王靖交流的时候 我跟我讲到说会有不合同对唱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十一个掌声邓丽君在线3D演唱会 这里面最酷炫的部分 我终要讲到了 这是我们数字王国 可以说他们拥有现在全球最最先进的虚拟人像技术 Digital Domain 3.0 Inc 那如果大家好好回忆一下 在前两回的时候周杰伦曾经在香港演唱会 跟我们邓丽君就一个 当时啊只是两首歌啊 有一个时空的对唱 真的是唱呼全场 而且后来通过我们的微博的传播 我们的大陆的这个 越南看到之后 是整个就觉得好震撼 而且呢又很羡慕 那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用羡慕了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演唱会就会给大家用上这个技术了 那这个技术其实如果说起来呢 更多的是在电影方面的 我举个例子啊 大家都很喜欢看 比如X战机 指环王啊 哈利波特啊 这个电子的这个虚拟人像的技术呢 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运用呢 现在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就像我昨天晚上去看到那个海底总动员 二 跟十三年前 他在这个数字世界上弄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 那这一次我们的演唱会呢 也是一如既往的 用到最棒的创意 最大的想象力 当然还有就是最先进的MOBA技术 这是一个什么技术呢 就我们可能对这个虚拟人像的这个技术 可能大家会想说虚拟人像 也就是用这个数码去完成人的这个样子了 但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厉害就在于说 它不是像我们所指的那种静态 它是一个动态 就细微到面部表情的变化 特别是你想想看 邓英小姐啊 我看我可能她的影像资料 唱歌的时候 眼神 眉毛 嘴角 那些细微的变化 这一次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实现到 所以真的相当的厉害 那我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也希望能够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短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一起看大屏幕 好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非常厉害的细节 我已经介绍了好震撼 我这里面很多电影啊 都超级卖座的 大家现在知道 原来天哪 这个是 用这个完全的设置技术来实现的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